那我們今天要跟各位介紹的是3D軟體 各位 當初你在報名這個課程的時候 看到3D軟體還想來嗎 其實一般我們大部分大家對於什麼 3D軟體應該都會覺得比較難對不對 有沒有有些你曾經有用過3D軟體的 像什麼3DMS 或者MAYA 還是 AutoCAD 有沒有 那些其實對一般的用者來講 學習的時間應該都會比較長一點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今天的簡報好不好 簡報沒有看過用這一種的 那這裡我們主要用到的是叫做3D軟體 那這個是Open Source的 也就是說免費的 而且像你剛剛所看到他可以不用安裝就可以用 那也有跨平台 所以其實對一般的使用者來講蠻容易的 那你可以看到 你覺得你有沒有信心 今天一整天下來就可以做得到 這同學做得沒 這不是我做的 你有信心嗎 學到3D軟體 平常我都講3個小時就會了 那你們班比較特別有沒有 要講6個小時 但是我們會不會講多威嚴嗎 來看一下 你看這裡 你覺得你做得出來嗎 所以今天你們家如果沒有做好不能回家 你的家還沒蓋好啊 只能住在外面啊 對不對 你看有白天的 也沒有晚上的對不對 那你會發現其實他覺得 這個品質應該還不錯吧 當然我不敢跟你保證跟你講說 喔他一定贏過我們那些標準的那些3D軟 可是他確實他做出來的品質 不會比他們差太多 當然這也要看你怎麼設計啦 但是呢你要做到這個真的不難 好 所以 請問這樣有沒有信心 我知道看起來 就像早餐沒吃一樣 等一下我們一起試看你就知道 其實真的沒有你想像多難 因為其實 雖然這一套軟體是一種軟體 它主要定位在什麼 室內裝備 可是你剛剛有看到不會做室外的 可以的 那當然呢 你也可以讓他官方網站上看一下 你看我們右手邊 也讓他官方網站對不對 他有中文喔 點過去喔 你可以到那官方網站上面看到 那麼其實他本來也有一個線上的版本在這裡 也就是說你可以直接進去用 可是因為他目前的版本是用Java 那這個Java部分 其實 比較麻煩 現在因為安全性的關係 他設定比較麻煩 所以如果你要線上直接用 可能你要多好幾個設定 所以我們一般現在就不鼓勵大家 直接用線上的 你用單機版本比較方便 那你除了在這邊進來以外呢 其實他上面有沒有一個叫畫廊 畫廊就是我們講的Cairing 就是那個 大家的作品機啦 那你可以進到這邊來 我放大一點 你看這裡面 那麼現在呢 他以後還會再改版 就是變成就是 可能網頁上版本會比較方便 比如說你看我從這邊點進來 你可以直接在上面 這個是下載號 從這邊 這個地方 有沒有線上可以直接看 這是HTML的版本 HTML版本 當然他因為要在線上直接看 所以說他的輸出的品質就是比較一般 但是好處是有沒有發現你可以互動的 有沒有 現在3D已經慢慢的那樣不一樣了 因為以往我們3D 你可能電腦等級你要好一點 然後呢 你還會做模型 還會要貼材質 還會要像這樣架攝影機有沒有 現在不用 你可以用比較快的方式 而且現在網路上有很多什麼 免費的模型 免費模型 所以像這些 像你現在上面看到這些檔案 你就可以把它下載下來 直接用你的什麼使用管理就可以打開 好就可以打開了 那麼另外呢 在官方網站上 其實他還有 在左手邊你可以看到 有沒有發現 還有一些3D模型啊 紋理啊 你都可以到這邊來下載 如果你覺得我的3D模型不夠多 你也可以到這邊來下載一些 這邊有提供 在這邊 然後呢 這裡他也有提供相關的連結 你都可以連結過去 事實上網路上有更多 有更多 只是呢 這裡有提供一部分 是官方他 直接列出來了 那麼 紋理的部分就是一般我們講的貼圖 這裡也有 所以如果你有興趣的 可以到這邊 那另外呢 假設你想要下載安裝的版本 這邊也有 這邊也有 他有很多個版本 有沒有 Windows 安裝版本 Mac 安裝版本 你有沒有發現 檔案都比較小 這裡面模型比較少一點 裡面模型比較好 那官方就有提供什麼 免安裝版的 所以我沒有做破解喔 可以啦 這裡你看 有沒有看到有免安裝版 對不對 200多而已 只是說 還是強調就是模型少一點點這樣 所以我只是幫各位加料一下 把我的信加上去這樣 可以嗎 OK 好 這樣應該沒有問題吧 好的 那因為我們用的不是所謂的什麼 安裝版本 所以 你如果以後要開檔案的時候 稍微注意一下 我們剛剛有不小心是有下載一個官方的 平常如果你一般的 像Office的檔案 PDF 之類的事點一下就打開了 但因為我們現在不是用安裝的 所以你點一下會不會打開 不會 你看一下我在這邊 你點兩下他不會理你的 那我先把它丟到桌面上 把它放到這邊來 你看如果你要開救檔 麻煩從左上角這邊 有沒有一個開啟救檔 所以你回去你變成說 我們做好的檔案 你必須先把軟體打開 好 專體打開這樣開啟救檔方式就可以了 有沒有這樣就出來了 對不對 他們家的模型通通都在 都在這邊 所以你如果覺得 刀子要刷尾一下 你就把它刷尾就好了 就是這些都是可編輯的 好 都是可編輯的 這樣應該大概了解那個意思了 好